街道變成河流 前一天還能騎單車上街 隔天需要搭船才能走 由於連續大雨加上溶雪 加拿大東部地區出現洪水災情 加拿大首都沃泰華 河水水位持續上升 有可能超過兩年前世紀洪災的水平 當局緊急發送上千個沙包 市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400名軍人將投入救災 魁北克省當局並警告 一個水壩有潰堤風險 下游50個地區900多位居民緊急疏散 氣象預報周末還會繼續大雨 災情恐怕會持續攀升 帶來新聞旅方編譯 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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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